跨国籍、跨种族、跨文化的婚姻中,夫妻之间的交流无时无刻不是在进行翻译。 翻译的内容有简单的,如日常生活绘画,也有难的,如深入的谈一谈对某个事件、电影、文学作品的看法。 如果夫妻有一方对对方的语言掌握得很好,他们的这种交流不会成为问题,顶多是要查查字典。 但是生活中的典故的翻译就不一样了。 典故本身的社会功能,一是丰富表达方式,二是确立谈话人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。 当我批评你,事情发生后才认识到本应该如何如何的时候,我为什么说你是事后诸葛亮? 就是因为这个表达很生动,而且在我批评你的同时,我通过这个比喻传达了另一个信息,就是我们都是诸葛亮文化中的人。 这样的批评比起干巴巴的说教来,显得更亲切,更容易接受。 设想一个中国妻子这样批评她的美国丈夫,她的老公一定是一头雾水。 如果这个妻子英文好,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很了得,她可能会说,你怎么老是当事后所罗门? 因为所罗门王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 但是这样的翻译可能同样会让丈夫丈夫丈夫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